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名额有限 抓紧时间报名哦 在6月20日之前 报名则享受50美元优惠 今天节目比较不一样 通常一个节目都会一次讲很多不同的新闻 今天我想要专注在一个主题上面 就是谋杀 谋杀是不是可以的 杀人是不是可以合法化进行的 加拿大即将通过一系列的安乐死法律 人有没有资格谋杀自己 还有我们接受了安乐死这个议题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这个议题 AI News之前讲过 颜值攻略 PHC之前也有讲过 安乐死被看作成是一个有勇敢的 有勇气的 有荣光的在自己的选择下面结束自己的生命 可以不用痛苦 可以说自己战胜了死亡跟战胜了病痛 但是是这个样子的吗 这个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可怕 首先我们想要先感谢每个月支持我们的会员 真的是非常感谢各位一直以来支持 AI News 爱报导 我们要抵制的企业有非常的多 迪士尼 Netflix HBO 各式各样的影视平台 那些脏公司想要洗脑你的孩子 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到下面直接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不要把你辛苦赚来的钱送给恨你的公司 恨你的小孩 恨你的家庭 恨你的信仰 恨你的价值观的公司 请拿你的钱来支持我们这个样子 传达正确价值观的频道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进步 一起改善自己的人生 一起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加入到我们的会员之后 就可以参加到我们Discord的聊天室 里面100%都是跟你一样志同道合的人 不只是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还有个特殊的群组 在我们Discord聊天室里面 你想要Homeschool你的孩子吗 Homeschool的资源应该从哪里来呢 我们请到了两位母亲 就是之前上节目的 Sunny跟Lily两位Homeschool达人 一起来帮助你跟你的孩子 夺回你孩子的教育权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假设一下你在跟一个医生说话 你不认识这个医生 不知道这个是个好医生 还是坏医生 我们这个时代当医生 基本上都不是什么使怀者 居里夫人那样子的人 你在访问这个医生 曾经做过的事迹 想要让他分享一下 他人生的经验 然后他就告诉你 几个月前 他杀死了一个小丑 没错 就是一个男人 他的工作是 把脸涂白 带着红鼻子 逗人开心的那种小丑 然后这位医生很骄傲的说 我在杀他的时候 他是开心的 他是笑着离开的 而且他死掉的时候 全身穿着小丑的衣服 对他来讲很重要 我杀死他的时候 是一件非常曼妙 非常美妙的一个画面 你听到这些后 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你会马上逃离现场 然后报警吗 还是你会恭喜这位医生 因为你也讨厌小丑 甚至想要杀人呢 你会怎么做 你听到这里会觉得很奇怪 看这个节目 问这么多假设性的问题干嘛 我怎么可能会访问一个杀人的医生呢 除非你住加拿大 这就不是一个假设了 这里带大家来认识 Dr. Stephanie Green 她是加拿大其中一位 安乐死的权威 她最近接受了一个访问 然后讨论了 她屠杀一个小丑的经验 那这边可以注意一下访问她的人 她的反应 看一下这些人 在讨论杀人的时候 他们的表情还有 不知道 反正就来看人家就对了 一件事我完全爱了 我必须要认识 我感到几次在读书中 一件事是说了 Ed 他一位蚂蚂蚂蚂蚂 你会执行他的抑制 你应该把他帮助了 他帮助了 他回来 他帮助了 你当时他的蚂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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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 你问他为什么这个是什么 他说他想要出生气 我认续那样有昔的 但是这迄是这样的 那几次来说 asks你和其他伺 BM 他现在变得了想称 人们现在有个女生的永期长 症和病检针 Everyone is so individual and what's important to one person may not be as important or differently you know important to someone else so for Ed it was really important that he be in his clown suit and you know have this atmosphere you know with him at this final moment and somebody else might find that ridiculous but there's a there's a real beauty in recognizing that for for Ed this was key and it was such a wonderful thing to be able to facilitate this with Ed you know for Or someone else like you say it might be an event with Shaqqin This is a good experience with a lot of young people. When we talk about young people, we usually invite a young people to come to our children's birthday party. For me, the young people are like this. The young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the young people's death. We know some people aren't talking about it. Just a là só you know, hey we know where we can save you andえー really don't? We see here a lot because there are many doctors like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services and the rest, and שם is going to be OK. It is the only thing you've said to me as a local Eloise And they do all of the publics and service beings during the years from China. It's also possible that the American American People's message comes to the face and runs from JASON, 真的是生病了,快要死掉的病人 光是這個樣子就已經夠可怕了 但是透過最近的法律,通過的決定 加拿大的醫生基本上想要殺誰就可以殺誰 就跟007一樣,License to kill 我們來看一下加拿大是怎麼創造一個 醫生可以合法殺人的這個社會的過程 我們的法律根本沒有必須封鎖療療 它沒有必須六個月的批評 它 always required originally that the patient be on a trajectory towards their natural death with no time limit around that allowing more of a flexible clinical interpretation but that even that was challenged because that wasn't in our original constitutional decision by the Carter case and so for three or four years after the law was passed it was looked at in a provincial court and it was decided that that also needed to be struck out of the law and with the removal of that it opened up access to assisted dying for those who weren't necessarily dying 走在死亡的軌道上 a pass to death就可以執行安樂死了 光是這個樣子的標準就已經是個很變態的標準了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活物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活著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死 從我們出生的那一刻 就確定了我們有一天一定會死 也就是說我們從精子跟卵子 碰上成為受精軟的那一天的時候 就已經走在死亡的軌道上了 但是就連這個變態的標準都被廢除了 現在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標準 這就是為什麼去年有一位加拿大的醫生 叫做Joshua Tapper 可以屠殺一名23歲的 Keyano Van Fiezen的一個男人 那為什麼Keyano可以被殺掉呢 根據報導是因為這個位Keyano 有嚴重的憂鬱症 然後患有糖尿病 然後他一隻眼睛瞎掉了 最重要的是 He doesn't have a girlfriend 他沒有女朋友 就因為這個樣子 醫生就可以允許殺死他 這樣的故事其實到處都是 之前我們報導過 有一個叫做Amir Forsyam 被允許安樂死 只因為他很窮 然後沒有錢可以付房租 可以可能要到街上當流浪漢 還有一名叫做Christine Gauthier的退伍軍人 加拿大的政府建議他接受安樂死 因為他坐輪椅行動不便 然後他家有兩層樓 加拿大的政府不給他補助 讓他可以做一個可以上二樓電動樓梯 這是一個優生學 這是一個大屠殺 是從斯巴達那個時候就開始有的制度 二戰結束之後 我們的醫生開始討論 我們怎麼樣可以確保出我們的發明 我們的研究 我們做出來這些藥品 不會用來促成大屠殺 我們這些醫生要怎麼樣 確保醫療體系的正直 我們是來救人的 不是來殺人的 但是現在的醫生不管這些了 所以優生學回來了 就再度回來了 問題是 為什麼 如果你用政治的角度去看這一切的話 優生學是非常合理的 幾年前 加拿大政府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他們全民健保有非常大的問題 捐贈器官的人太少了 需要健康的器官的病人太多了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 成千上萬的病人 正在等待器官中死亡 然後政府就把尋找器官成了自己這個神聖的使命 就是在那個時候 2016年 加拿大的國會通過了安樂死法案 這個不是我做的連結 是來自於Ottawa Citizen 標題是 醫療協助死亡 為安大略的器官捐贈需求提供了大量幫助 非常迅速的 加拿大就馬上成為了世界上 器官捐獻的最多的領導者 透過安樂死來收割健康的器官 現在每一年 加拿大的器官捐贈都創新高 因為有越來越多健康的人選擇放棄自己的生命 所以就解決這個政治問題了 就跟中國大陸透過屠殺法輪功的信徒 跟維吾爾族的人來收割器官一樣 加拿大透過安樂死 屠殺流浪漢 老人跟憂鬱的年輕人來收割器官 不只是這個樣子 安樂死也同時解決了國家收入的問題 2017年的時候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CBC 大家都聽過這個新聞公司 發布了一篇文章上面歡慶說 我們只要殺死這些不想活的人 殺死這些病人就可以省下好多的稅金 我們有全民健保 我們要幫助這麼多的病人 花費其實是非常高的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病人全部殺死 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錢 加拿大的國家廣播公司說 最新的研究顯示 安樂死可以幫助加拿大的醫療系統 醫療健保 省下大量的錢 醫生幫助的死亡可以減少每年大量的醫療開支 至少3400萬到1億3680萬 這些案例只要執行安樂死 開支將會減到150萬到1480萬左右 這篇報導接下來繼續說 照顧很多慢性病的病人跟很多老人 是會花非常多的錢的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給他們一針就好 一針痛苦就結束了 你也不需要再花錢 是吧 如果省錢的話 誰會在乎人命啊 對不對 不但可以省錢還可以賺錢 現在加拿大的安樂死這個產業 是每年蓬勃成長的 各式各樣的公司 大老闆 創業家 開始找各式各樣創新的方式 來接受 執行安樂死 死亡變成了一個產業 根據CVC的報導 兵儀館現在有了新的服務 包括安樂死 現在客人可以有一個一條龍的服務 就是與其你死後才住進去兵儀館 你現在就可以殺死 現在兵儀館可以殺死你 你可以去兵儀館去死 設想看看這個是有多方便啊 多棒的服務啊 尊嚴 榮美奢華的一條龍服務 讓我們來看一下 來這裡 分別財 是 這間有的地方 打破了 sp God 這裡 台灣職員 阿牧 承 一塊 because they should come here with their doctor and loved ones to end their lives at a cost of at least $700实 railroads it's a lot of organization on our part to really make it a respectful and meaningful event for that family it's what michelle brunel recently opted for his family says he had emphysema and his quality of life had deteriorated but he didn't want to die at home or in the hospital they're using a room that they have already Decorated it very nicely Allowed us the time we needed to do what we had to do To say goodbye, let him get comfortable It's just a beautiful office 没错,现在殡仪馆有一个 Suiside room 自杀房间 没有在开玩笑 现在真的在发生 如果要更方便的话 或许未来的服务还可以包括 你可以自己躺在棺材里面再自杀 先躺到棺材里面服毒 然后他们再把你分尸器官全部拔出来 然后再把你身上剩下的废料 尸体有尊严的丢到火葬场里面 一个省时省钱又赚钱的企业 这个就是一直以来 优生学在强调的东西 当然这些经济面不是安乐死的全貌 每一个国家都有邪恶的政治人物 透过杀人来换取更多的权利 但是在加拿大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加拿大主要的问题是 加拿大成为了一个无神论的人间地狱 一个堕落到极限 他们的总理找理由 说烧毁教会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找理由烧毁教会 加拿大的人不再相信有神 至少不是圣经上面 基督教里面的耶和华或者耶稣 他们相信的就是 他们就是神 他们相信人定圣天 他们比美国还要进步 美国现在还有保守派在这边挣扎 他们全国已经认为他们只要希望自己是什么性别 变成了一个社交媒体的邪教 越来越多心里有问题的儿童 你看到这张照片你的反应就会是 这个人绝对需要某层面的心理治疗 但是现在这个想法正在变成少数 这个影片有两万六千个赞 这是一个年轻的女性 16岁的女性 在网路上说她要自杀 然后有两万六千个人说 赞 这个女的现在已经把她的账号 变成隐藏了 但是她透过抖音 常常呼吁大家要好好的使用安乐死 她在上面说她有慢性病 OK 不是绝症 OK 是慢性病 然后她说她有三种 无法治愈的性格缺陷 那这边帮她翻译一下 就是 加拿大的医生要杀死她 因为她有人格上的缺陷 我不会把这个影片放上来啦 如果有兴趣的话自己去找 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影片 我先说就是 如果说有人格缺陷 就应该医生就可以开安乐死 然后让那个人死的话 那我不知道死了多少次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影片 是一个医生 OK 在网络上庆祝 因为她即将要杀死她的奶奶 阿嬷 你要自杀了耶 有没有很兴奋 但 这个是这个孙女的问题 各位有看过 比这个人性更可怕的一面吗 而且这不是一个网络上稀少的影片 有上百万的人 是支持这个样子行为的 根据加拿大的民调 超过四分之一的加拿大人 认为说流浪汉跟穷人 都应该要有权利使用安乐死才可以 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说 心理疾病也应该要可以被安乐死 而且这个很快就会成为加拿大的法律 不只是这个样子 美国的NPR 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也同意这一点 我们的国家 美国最近播出了一个访问 John Scully 一位加拿大人 他是一个想要死的人 他认为他有心理疾病 The expansion of 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 to people with mental illness has been delayed by Canada's parliament for another year The country already allows medically assisted death for some incurable illnesses but as Emma Jacobs reports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are still up for debate Please note this story does include discussion of suicide For John Scully life has literally become a living nightmare When I wake up I go Oh God I've got to stop it I've got to stop it I must find a way to stop it Scully lives in Toronto He was diagnosed with depression more than 30 years ago and suffers from work-related PTSD and anxiety He says he has terrible vivid nightmares There is no way to stop it And because of that I'm also permanently sleep deprived He has been watching the progress of the expansion of 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 I know by its acronym MADE very closely I actually physically got the paperwork for MADE I have it right here Canada's medical assistance in dying program was made legally available to some adults with terminal illness in 2016 In 2021 it was expanded to include those suffering with serious and chronic physical conditions But for many the plan to extend this to those suffering with solely mental illness raised concerns We don't have very good ways of defining incurability fo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如果聽到裡面的這個端倪 OK 為什麼現在心理疾病還不能被安樂死 原因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辦法確認 哪種心理疾病是無法醫治的 然後只要他們確認了之後 他們就可以端定哪些心理疾病 是可以透過安樂死來治療的 然後再過一年這個就會變成法律 死亡變成一種治療 變成了一種醫治 我們以前如果有心理疾病的話 我們會去看心理醫生來避免我們去自殺 很快加拿大就會反向操作這樣的事情了 然後加拿大有25%的人支持這個樣的方向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國家的未來的方向 如果心理疾病就可以執行死刑的話 很快的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被執行死刑 在美國有很多的人不在乎安樂死這個議題 因為這些事情幾乎都發生在其他的國家 歐洲啊加拿大啊那些進步的地方 但是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美國也開始做這個樣的事情了 這個月美國的Vermont共和黨的州長 剛通過了一個法案 讓全國的人可以去那邊實行安樂死旅遊 Euthanasia Traveling 安樂死成為了他們的一個旅遊景點 想要自殺嗎?來吧!來Vermont吧! Vermont現在開始自殺旅遊方案 讓你在看美景的同時可以同時去死喔! 美國跟加拿大是走在同一條軌道上 坐在同一台火車上 往同一個懸崖前進 我們只是坐在比較後面的車廂而已 照道理說把人跟流浪狗或流浪貓一樣 打毒針安樂死是一個不道德 這個想法應該是不需要我這個沒讀過什麼書的 至上來解釋的 這個應該是沒什麼爭議性的 不可殺人應該是嘗試才對 如果有人認為謀殺是可以的 只要專家或者是教授說可以就可以 那那個人就應該屬於心理變態 或是變態殺人狂才對 如果你認為人是有靈有魂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說摧毀自己的身體 殺死自己是一個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自殺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我們要試圖阻止人去自殺 安樂死最大的問題就是 醫生在把自殺當成是病人的療程 這是所有醫療體系的相反 所有的藥物應該做的事情的相反 這是在濫用藥物 濫用藥物在我們的社會裡已經非常盛行了 而安樂死其實只是另一種 濫用藥物的形式而已 很多人早就發現這個趨勢了 我們不斷的呼籲 毒品合法化 無條件 離婚 性解放 這些東西會造成的就是社會墮落 人類死亡 目前證明我們一直以來都是對的 所有的文化戰爭 社會敗壞 從墮胎到同婚到變性人的議題 我們這些保守派說 如果我們放棄了這麼一點 如果我們妥協了的話 就會擴張擴大 就跟酵母一樣 就跟病毒一樣 無法控制 安樂死的議題 我們也是對的 安樂死並不代表你很勇敢 安樂死是對人命的戰爭 是一個褻瀆神的形象的獻祭 是我們社會的癌症 而且就跟所有的癌症一樣 永遠不會被限制在某個區域 會永遠的不停的擴張 一開始他們說 在絕症上面 絕望的人的身上可以安樂死 很快的幾年內就變成可以安樂死 16歲健康的身體一個女孩 但是自認為有人格問題的 這個道理就會跟罪一樣 就是會無限的擴張傳染 只要我們接受了安樂死這個思想 我們就是接受了所有 未來安樂死的方向 還有安樂死所有的議程 會到什麼樣的地步 會到安樂死 變成這個世界上必要的東西 在社會上有些人 有些有部分的人口 是不必要存在的 是在浪費資源的 殺死他們是對的 是對社會有幫助的 有些人是一定要被安樂死的 這樣子的想法跟政策 什麼時候會開始在加拿大執行 又什麼時候會開始在美國執行 你可以在這邊嘲笑 Ethan大驚小怪 又在這邊嚇人了 怎麼可能會這個樣子 怎麼可能會發生 又在這邊講那些什麼保守派 聖經的價值觀的陰謀論 但是根據歷史 人性還有現在的趨勢 基本上所有保守派說的陰謀論 都會變成事實 我們的社會一開始同意同婚 同意變性 同意這個同意那個 一開始的說法就是 為了要避免他們自殺 然後我們現在去高舉自殺 自殺變成了流行 變成了時尚 變成了進步 那我們一開始 為什麼要接受那些左派的議程 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很多機構會扭曲聖經 說這一切是為了和解妥協 是為了和解父母跟子女的矛盾 不討論這些東西 不討論現在這些議題 是為了促進合一 而且還會指控我們保守派 還有基督徒說 你們是律法主義 你們這麼在乎聖經上面的律法 這個就是什麼 在乎實界上面的智慧術上面的果實 智慧術就是很多基督徒吧 幫分別善惡術上取得另外一個名字吧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說律法是會讓你死的 而妥協了 和解了 不談論這些東西的 就是生命樹上面的果子 小孩子變性要求你叫他新的名字 要求你接受他同性的婚禮 婚姻 這個樣子你也快樂 他也快樂 其實是和解 神創造的性別丟掉就丟掉啦 神給你的性器官丟掉就丟掉啦 母子和解可以一起禱告就好啦 但是問題是他們禱告的內容是什麼 是在認罪 是在悔改 是在知道自己錯了 想要依靠耶穌成為新造的人 還是他們在斷章曲域的扭曲聖經 在合理化自己的罪呢 這個樣子自己騙自己 這樣子騙自己的兒女 不會讓你得救 也不會讓你的兒女得救 而且是在濫用神的名做假見證 是一個神親口說他不會原諒 而且讓人跌倒的罪 所以很多東西我們是必須堅持的 很多東西我們是不能妥協的 在這個混亂的時代 我們基督徒不是要躲在桌子底下 把自己的光藏起來 而是要在大地搖晃的時候 我們站在磐石上面照亮我們的家 照亮我們的社區 照亮我們的州 照亮我們的國家 神要我們得自由 我們有義務要為了我們的自由負責 我們有義務要選擇自由 而不是奴役 選擇正義而不是邪惡 選擇生命而不是死亡 所以墮胎不能夠妥協 安樂死不能夠妥協 性教育不能妥協 變性人的議程不能妥協 因為我們妥協的話 我們就會全部一起被拉下去 在零裡面死亡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